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2日 欢迎收看万维微波 我是Cherry 朝鲜7月21日周日举行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投票 选出省级市级与县议会代表 朝鲜官媒报道 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也在咸进南道参加了投票 朝中社报道说 几乎百分之百的选民都出了投了票 法新社说 在朝鲜几乎每次投票都是宣布为百分之百的投票率 据报道 与全国最高人民会议选举一样 朝鲜每次年举行的一次地方选举纯粹是走行式 英国驻平壤大使克鲁克斯推文指出 每个议席就一个候选人 每张选票上就一个名字 观察家们指出 地方选举旨在强化民众和领导层之间的一致性 民主朝鲜日报呼吁所有有选举权的人都踊跃投票 为强顾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出积极贡献 法新社说 朝鲜的政治常态就是实行无差额选举 每次都只有党认可的候选人 选民只能投票给他 观察人士说 这样当局就可以宣布他们是民意推选上来的 而且还可以保证其对金正恩或金家的忠诚 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22日结束加勒比海出访之旅抵达台湾 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下午在网上爆料 陪同蔡英文出访的台湾国安局官员 通过华航高层购买196箱 共9800条免税烟 趁返国特殊通关礼遇夹带入境 台湾官务署随后表示 有出访随行人员走私高达600余万元新台币的烟品 海关级调查局已事先掌握相关情资 总统蔡英文得知案件后震怒 以责令国安局依法进行行政调查 并配合司法单位侦办 蔡总统晚间进一步透过脸书表示 目前了解相关免税相烟是于国内采购发货 与出访行程无关 目前也已被相关单位查扣 她已下令国安局严加彻查 后续将配合司法单位侦办 她说 针对此案 彭胜竹及张杰也需要负起责任 她已同意国安局长彭胜竹的请辞 总统府侍卫长张杰将调离现职 美国总统川普22日在白宫会见 巴基斯坦总理康恩时表示 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赢阿富汗战争 川普说 我可以在一周内打赢这场战争 阿富汗十天内就会从地球消失 但我不想用这个方法 我不想杀死千万人 川普希望巴基斯坦协助华府 从这场漫长的战争中脱身 我们那里19年了 不是当士兵 而是当警察 近几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持续与塔利班进行和谈 蓬佩奥说 美国已向阿富汗塔利班 明确表示会从阿富汗撤军 但尚未就撤军时间表达成一致 美国正在努力为阿富汗国内各派展开谈判 创造条件 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他表示 他愿意撤出军队 但不利于反恐 他说 他已经从阿富汗那里撤走了数千名士兵 美国卷入阿富汗冲突长达18年 迄今有超过2400名美国人丧生 香港元朗白衣人暴力事件持续延烧 7月21日晚间被目击者与白衣人握手的 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他的全湾服务处下午遭到了上百名示威者攻击 整面玻璃墙被推倒碎裂 附近商家联盟关门 事件发生前 何君尧中午曾召开记者会声称 他与白衣人与攻击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昨晚出现在元朗车站 是因为自己住在元朗 当时只是刚刚好的时间 在刚刚好的地方 综合港媒报道 包围何君尧服务处的行动 是由香港网友自行发起 下午三点已有余100人到场 当地商家事先及关门歇业 多辆警车也已经到场戒备 随后 世卫则在服务处打开散阵 并在玻璃墙上张贴标语及涂鸦 成为联农墙 同时高喊何君尧可耻的口号 4点30分过后 示威者群起以应武攻击玻璃墙 最后玻璃墙被推倒 碎裂一地 监视器也被拆毁 7月22日下午 菲律宾多个团体集结举行反中游行 绵延约一公里的游行队伍中 可以看见戴着中国五星红旗 船型帽的大章鱼模型 旁边写着中国离开菲律宾海域 队伍沿途大喊中国滚出去 主办单位也制作轻面獠牙 手中握枪的大型杜特尔特人像 下方是被撞沉的菲律宾渔船 表达对政府 在上个月 非中渔船碰撞事件中处理方式的不满 今年6月 发生中国船只疑似撞沉菲律宾渔船 造成了22名渔民 洛海事件后 杜特尔特表示 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6年已达成协议 允许中国在菲律宾 专属经济海域捕鱼 此后南海主权议题成为反对阵营炮轰政府的焦点 示威活动的高潮是 焚烧大型杜特尔特人像 参与游行团体代表高举旗帜 绕着焚烧的人像高呼 中国滚出去的口号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2日报道 英国军方消遣事 向英国每日快报透露 一艘装备有巡航导弹和重型鱼雷的 机敏级核动力潜艇 正在被派往海湾地区 报道称 这艘水下排水量7400吨的潜艇 是英国皇家海军最新的潜艇之一 焚烧士强调 这艘核潜艇将发挥纯粹的防御作用 利用其复杂的秘密电子情炮收集设备 保护英国和国际航运 一名英国皇家海军内部人士表示 我们正在派遣一艘潜艇 它很可能已经驶往该地区 它的任务是收集秘密情报 且只收予有助于邮轮护航计划的信息 7月19日 伊朗在霍尔布斯海峡 抠压了一艘悬挂英国旗帜的邮轮 21日 英国美日电讯报报道称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当晚些时候宣布 拟宣布针对伊朗采取外交和经济措施 包括冻结伊朗资产 报道称 英国可能推动欧洲各国恢复制裁伊朗 在美国财富杂志7月22日星期一发布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 中国公司所占数量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 中国上榜的大公司有119家 与美国的121家仅相差两家 财富杂志一篇题为 这是中国的世界的报道说 这一排名显示 世界权力平衡正在如何深刻地发生倾斜 其意义远不在仅限于商业领域 这也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 也是为什么美国部分的禁止美国公司 从排名第61的华为公司购买产品 随着美中两国竞争越发的激烈 其他国家或面临在两国之间 获取其一的艰难选择 但在另一方面 财富的最新排名也显示 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于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 中国企业多集中在能源 金融贸易 建筑制造 房地产等 虽然规模庞大 但多数盈利能力有限 此外 在前50名大企业中 美国公司最多 而倒数第50名排名中 中国企业最多 据路透社7月22日的报道 中国将对原产于欧盟 日本等国进口不锈钢钢胚等 征收反倾销税 中国商务部周一称 决定对原产于欧盟 日本 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 进口不锈钢钢胚和不锈钢 热渣板卷征收反倾销税 反倾销税率为18.1%至103.1%不等 征收期限为5年 2019年7月23日起生效 据商务部网站发布的 中裁公告并称 原产于上述国家的相关产品 存在倾销 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的损害 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报道说 中国商务部公告并指出 商务部接受了 韩国相关企业的价格承诺申请 对于不低于承诺价格的 相关产品不征收反倾销税 7月22日印度载有越船2号探测器的 运载火箭从位移印度南部 安德拉邦斯里戈达岛的 印度航天基地发射升空 印度航天局局长西万称 它是历史性的一天 借助这一使命 印度异域成为继美俄中之后 成功登月的第四个国家 一星期前 因技术故障 这枚不载人火箭在发射前 一个小时被叫停 媒体援引航天局一名官员报道 骇燃料装置发现有泄漏 对于印度 登月使命是一个重大面子项目 政府总理莫迪曾宣布 至2022年印度要成功实现 载人空间使命 月船2号将绕月球飞近一年 对它拍照寻找月表上水的迹象 到今年9月 着陆区将会把一辆探测车 送上月球表面 月球车将在月球表面 搜索水的痕迹并做试验 印度研制了月船2号的几乎所有部件 其费用约为1.24亿欧元 低于别国的登月工程 2008年 在印度的首次探月使命中 月船1号仅座绕月飞行 未着陆 以上是今天万维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